六六六四季 天運中心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來看波斯人對上波斯人 這套比賽是軍閥二的比賽 好 先來介紹一下 紅色選擇的文明是波斯 那波斯呢 它由這個黑暗時代開始 城鎮中心就有這個工作效率的加成 到了地龍時代總共是加20%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要這個工作效率的加成是包含自己 甚至時代或是科技 支部技術 走推車 輪走 都可以吃得到的 波斯人除此之外 它最近改版還新增了一條能力 在城堡時代就會研發安息人戰術 讓它的馬功可以高達遠防 非常高 那打長槍兵傷害也是特別痛 那為什麼要打長槍兵要特別痛這個特點 最主要是要讓它的戰象有發揮的空間 畢竟戰象很怕長槍兵單位還有老頭 那如果波斯打馬功又配大象的一個策略的話 是非常可怕的 你根本很難解的乾淨 你即使轉老頭去招強大象 你的老頭也有很可能馬上就被馬功給追上 然後直接擊殺掉 不管怎麼說 波斯人現在打法是相當多變的 不會只有這個薩娃爾騎兵勇非常亮眼 連這個戰象也是非常厲害的 那兩邊由於文明都一樣的關係 我們先稍微介紹到這裡 那剛剛說到工作效率的部分 那這個文明它是連海上的部分 這個碼頭也可以提升這個工作效率的提升 一樣是研發科技跟生產輿船 速度都會加速的 那這張地圖的特點是中間有非常大量的果子 左右兩邊是內湖 能吃到這裡面的撒西米的話 對兩邊來說都有一定的經濟加成 而且這個魚量非常多 總共有這個大魚加小魚 都高達兩三千的肉 都可以直接吃到地龍時代沒有問題 所以能拿到一個湖的話 經濟效率就很差 很好 那如果拿不到湖也沒關係 也可以來中間吃果子 當然吃果子的話 我是非常不建議的事情 因為吃果子的這個採集效率來說 是遊戲裡面 採集效率最慢的一個食物來源 所以果子的部分呢 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話 建議選個法蘭克之後 再來吃果子 會更適合一點 好那這邊看到兩邊已經點到了封建實彈 HERA這邊是打一個17P 然後速升封建實彈 然後點下了火戰船 開始兩艘開始要來出了 波士這邊由於生實彈比較慢了 可能會直接放棄這兩艘魚船 可能直接打算到右邊再開一個新的碼頭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一個策略 因為你生實彈慢了 通常就沒有辦法去更有效果的 拿到這個優勢 哇我們看到波士這邊 沒事我以為是村民被殺了兩村 嚇到我 呵呵呵 對啊兩邊都波士 我們待會都是用人命 去講這場比賽 這些兩邊都是波士 好那這邊 HERA拿到了海上的優勢 這裡捕魚就可以開始爽爽捕 但這邊還是沒有放棄 補了一艘火戰船 那這個火戰船待會出來會優先去燒對方的魚船 而不是先燒這個火戰船 好這邊補了一個碼頭 但HERA這邊有看到 好這邊一部份開一下洛馬 哇這邊很麻 哇這邊很關鍵喔 看一下這邊的射擊 能不能射到一隻村民 這隻箭塔會要蓋好 哇80%囉 好會拉走 沒問題 右邊的洛馬看到一隻殘血的直接攻擊 但是對方也是直接 把這個村民拉回去爆打一波 高兵過來村民直接拉走 好 那裡面的火戰船還在虎視眈眈 這邊的魚船繼續按 但還沒有看到敵方碼頭 黑暗時代的室友都非常狹窄 所以現在可能只能看到這些區域 我沒有辦法看到這個 正上方的位置 所以HERA這邊選址 碼頭的位置也是有稍微思考過的 這樣的放置才不會太容易打草金蛇 好這邊三艘火戰船都分開來 開始噴火 那這樣的一個用意 最怕就是你三艘火戰船都聚在一起 結果裡面是藏了兩艘自爆船 那你三艘火戰船 可能就會直接被自爆掉了 瞬間沒了 好上方的火戰船快要升級好 但是這邊魚船還在按 沒有意識到上方有碼頭出火戰船 哇這邊魚船被燒很傷啊 這邊要改出火戰船也至少要被燒個兩三艘的魚船 可能四艘都有機會了 好這魚船跑一下 後面的火戰船還在生產當中 這火戰船快被打噴出來 但後面已經有一艘火戰船在準備燃截了 這邊再稍微控一下 好右邊的部分撞到了城鎮中心 被解掉了一下 火戰船出來沒有空好直接攻擊了火戰船 兩邊互相傷害 這個火戰船白給了 又這邊有點小小損失哦 那正面的部分呢 還是被HERA這邊兩艘的火戰船 去燒到了自己的火戰船的數量 那自己 哎唷村民直接被關起來 HERA這邊關北壽關得非常好 哇直接燒死了一村 燒死村民之外連戰艦的部分也打贏 魚船也是直接被燒爛 看起來HERA這邊的經濟優勢非常強大 好後面開始補農田 當然一級農沒有點了 波斯這邊沒有打算要直接先點一農 這邊的目標是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那有的這邊也是哦 所以 但這邊蠻奇怪的 為什麼他沒有點一級木啊 他是不是忘記點了 哈哈 這個沒有點一級木相當異常哦 好那目前海戰部分都是由HERA這邊拿到了所有的魚池哦 這邊魚池裡的魚呢都可以爽爽的捕魚 鮭魚群也是可以吃的乾乾淨淨的 好自爆船出來 要怎麼炸呢 三艘都分開出來 如果要炸來說的話 自動的話一定要先挑這個殘血 那大家會說為什麼不挑蠻血的去打 因為蠻血的部分哦 你不可能第一時間秒殺掉他哦 但如果可以秒殺一艘戰船的話 那最怕就是二打一嘛 那自己二打二的贏的機率哦 裡面會更高一點 好 田捕魚的村民被抓掉 火戰船過來想要幫忙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上高地還是可以射啊 對啊 這個沒有辦法 一定要走了 OK 我補到了三艘哦 三艘火戰船的話 就有機會把這個池塘給拿回來 那目前這邊爽爽捕魚很用巡弱模式 開始把這個池塘給守護了起來 這邊工兵一直少量再出 或是展出了一些 HERA這邊展出了一些毛病 那以升級方面來說 還是又有這邊領先哦 一級射也補下了 好 一級木頭終於點了 OK 這邊 出來之後沒有馬上把自爆船放出來 這邊也很心機 不是心機哦 很聰明哦 心機好像講過頭了 哇靠 這個居然直接三艘集火 連自爆船都用不到 哇靠 這個 HERA有點被反制回去了 又這波射得非常漂亮 OK 下方的村民想要投渡 蓋碼頭 但是被巡弱的火戰船給抓掉 那這邊除了蓋碼頭之外哦 我還真的想不到他還能蓋碼頭 他應該只能蓋碼頭 這個除了蓋碼頭 還有蓋碼頭 對不對 當然他也可以野什麼 馬舅啊 射箭場之類的 但其實意義並不是特別的有效 趕快過來蓋個碼頭 更 更有用一點 會讓對方有點膽戰心心的 不知道你在府裡賣什麼料 又要死不死去看這個池塘 有沒有被控制住 那HERA是直接放棄了 這個魚池的控制權 那還是比較專注在於打 正面的部分 開始要反擊對方的工兵單位了 那右這邊轉出了一隻肉馬 這個是天生的嗎 還是應該是天生的 好 這邊收掉 應該是左岸的一隻哦 好 右這邊補下了 戰艦的升級 爐炮戰艦 FORCE HERA這邊是挖了一根城堡出來哦 那目前他的想法可能是 本來是想要錢壓寶 直接壓在他臉上哦 但是現在看到 YOU這邊G4打得蠻強的 中間補了修道院 而且兵子往家裡送 其實家裡快扛不住 那待會城堡選擇可能還要再想一下 這邊稍微守一下被追逐的村民 哦 這邊牧牆幹得很好 這邊想出去 出不去 最後面騎士再砍個幾刀 箭塔也有可能射掉嗎 哇 解不掉 這邊圍好 又被敵人出去 這邊把牧牆堵得非常好 這隻騎士可能是跑不掉了 再解難逃啊 好 左邊的房子被滴掉 所以他可以跑出去 哇 來不及 來不及結殺 好 上方的碼頭 終於解掉了 這邊可以安心的捕魚了 魚趕快去按多一點的漁船出來 中間直接吃果子啊 剛剛才說不建議吃果子 又怎麼就開始吃果子了 雖然免費的最香 確實是 但 但吃得慢啊 吃得慢是個問題啊 好 那 多多少少還是可以補一點經濟啊 講實在的 被秒到非常悲劇 OK 那又這邊呢 打得非常好 馬上把自己的奴號戰艦升級上去 然後自爆船 看到這四艘魚船 要不要蹦個一下 紓壓畫面 OK 搞定 還有啦 這邊的漁船全部炸光光 又這波自爆船炸得非常的漂亮啊 好 這裡轉出了 駱駝 波士老師本身有遊俠的文明 又有重裝駱駝的文明 這種特性是相當少見的 但波士現在也不是遊俠 而是這個薩瓦爾 那薩瓦爾的話 體質會比遊俠少15滴 是遠防多一點 但是攻擊速度呢 會比遊俠多0.1 所以本身來說 波士仁的遊俠 這個薩瓦爾 並不會太弱 甚至在一些情況下來說 很強 例如對方是打什麼 強奴系列的 就只要兩刀 就可以解掉一隻強奴 所以薩瓦爾 遇到弓兵果的時候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文明 甚至這個薩瓦爾 打這個馬攻單位 也有這個額外增上的效果 好 這邊果然前線蓋了一根堡 直接拆城市中心 給壓力 然後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打要吃什麼好料的 好 呃 又這邊補下了非常多的駱駝 想要反制 HERA這邊騎士加肉馬的一個combo 那為什麼這個是combo呢 這主要是肉馬可以去第一時間 有效克制對方的老頭 那騎士的話 給對方的正面壓力非常大 好 那戰艦的部分其實也可以靠老頭去招想 但是HERA並不知道 他的戰艦都是靠岸邊的 所以現在沒有想要去理這個岸邊的 戰艦了 畢竟我們一直都是上 上 這個上帝視角 所以有些選手行為 我們可能在 觀戰的時候 並不是很能理解 那如果你要看到他們畫面 你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眼裡 都是一片黑的 頭密碼的那一頭 好 那波斯 又這邊是展出了駱駝 加上老頭的組合 這個組合的話是非常需要 吃自己的操作 老頭跟防守 也不能理把 也不能理把所有的老 這個駱駝往前送 而且駱駝被招翔掉的話 也是非常難受的 如果這個駱駝被招 這兩隻 老頭 趕快把裡面那隻招回去 把裡面那隻招回來了 但是右邊那隻來不及 好 HERA這波的駱駝優勢 更巨大一點 騎士數量才對 更優勢了一些 雖然兩邊的老頭 都被解掉了 但是由於剛剛又 拉了非常多的駱駝 去解老頭 一路追打 讓這個騎士 有充分的輸出時間 所以現在HERA這邊的 數量呢 騎士數量 還是會優於駱駝 那駱駝本身的話是 這個鎧架來說 稍微少了一點的單位 所以打騎兵單位的話 雖然無外增傷 但是 所有優勢的話 大概也是六四開 沒有到那種七三開的優勢的感覺 所以你這個數量上 還是不能輸太多 輸太多的話 還是打不贏這個騎士單位 好 這邊也補了一根寶 想要應對 當後面的衝車已經補了過來 想要來督根 好 該好城堡 趕快收進去 好 第一時間射老頭 再一刀 搞定 好 這邊收掉了 這邊的駱駝 駱駝數量來到了 九隻囉 越來越多 好 那HERA這邊呢 則是轉出了衝車 配上騎士的一個策略 想要拆除前方的修造園 給自己的壓力稍微小一點點 這邊送趕快去撿一下 然後優點下了品種跟跑速 原來剛剛一直沒有啊 HERA剛剛這邊頂著 血量的優勢 還有這個 應該還有跑速吧 看一下跑速 1.49 對 他剛剛有點 雙重優勢 剛剛優 剛剛都完全沒點 好 這邊駱駝直接截斷退路 讓這邊衝車沒有辦法直接遠地返回 這邊直接被夾掉 這邊想要再 阻止 衝車回家 但不給機會 後面 老頭 來不及招翔道 還是拉走 左邊有一隻肉馬 開始在敲擊這些的房子 但這邊都已經維持了 問題不大 那目前兩邊都是3TC開農 兩邊都不想要農過頭 畢竟3TC的工作效率 每個層次中心的效率是15% 3個加起來就是45% 好 波斯這邊點一下的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 反正是剛剛駱駝輸太多 現在為了要補充這些駱駝 導致自己的肉類 有點跟我們太上了 或許也是因為吃果子的關係 最近果子剛剛有講過 它是遊戲裡面 食物採集效率最差的一個天然資源 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的手推車也補下 那看起來這一波交戰是由 Hera拿到主動權 待會可以先打個兩分鐘的巨頭 開始一直拆除 城堡又歪出來一個洞 兩棟寶 開產巨頭 會非常快速的 這個通常是很難修得回來的 好 Hera這邊點下了重裝騎兵 跟化學的升級 這邊駱駝直接抓到了 右兵的小隊騎士 那生物的部分還沒有放棄 又這邊還是去撿了 Hera這邊的右兵生物 那老頭的部分 目前還沒有想要去撿左邊這個生物 Hera這邊的一個重點 他是想要把自己的老頭都放在家裡 以免對方即時會來打這個 自己的巨型抽屍機 防守衣是很好的一位選手 好 那又這邊轉出了重裝駱駝的升級 好 右邊有非常多的駱駝 直接衝過來重裝駱駝 雖然衝進來 但是他的傷害不像騎士這麼高 只有6加1 但重裝駱駝就不一樣了 攻擊率會變成7 再多加一點 不五腳步了 對不對 7點 7加1 但誰要來說 飛升更明顯 到了141血 上方的駱駝被壓蜘蛛 或是這邊現在是落入了 不是不是 右這邊落入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 因為正面的部分 對方現在有升10大級優勢 雖然自己的重裝駱駝也是即時升上去 但重裝駱駝 畢竟還是防守單位 並不是很好拿去當進攻單位 所以現在來說 HERA 他還算是有優勢的一方 因為他的騎士是更有主動權 HERA這邊直接轉出了火槍 用火槍手掐 打這些駱駝3非常優秀 OK也補下了槍兵的升級 草駝兵這邊要慢慢升上去 後方的駱駝 再繼續想要壓制前方重裝騎士 但HERA這邊是完全不想給機會 好這邊順利的拆掉了城鎮中心 哇這邊可以空到兩塊附近喔 非常好 這樣子讓HERA 待會兒勢必還是要回頭 來解掉這個城堡的問題 如果不解掉的話 那HERA就只剩下一條路了 那就是勇往直前 勇不退縮 沛杰你拿我金 我也拿你金 YOW的附金也是被挖走 另外他附金在這裡 兩邊是互相傷害 YOW這邊打的算是更好一系喔 他更及時空下這個金喔 但YOW想要的效果 想要的效果並沒有達成 並沒有讓HERA回救 HERA這邊去進攻 讓YOW這邊有點難受 這邊只能稍微先打防守勢 繼續補齊這邊建築 但左邊已經開了一個洞出來 路頭過來 但騎士也不能走 後面有非常多的巨型投資機 所以騎士如果待會遇到路頭過來 4V一定要開戰的 但這邊槍兵早就已經升級好 好 那待會有大量的槍兵來的話 重裝騎士就可以去分推了 到處去亂砍 都沒有問題 好 這邊火槍抓到落單的巨頭 巨頭無人防守 順利收掉 但記得箭塔可能也沒了 好 這一波騎士上去直接硬開戰 HERA沒有畏懼對方重裝落頭的意思 好 左邊駱駝 為了解那幾隻騎士 拉了一整土雲過來 結果直接損失了右邊駱駝的小隊 好 那HERA這邊是點下了二級攻 右這邊也是點下了二級攻 三攻兩邊都還沒有升級上去 但一樣都有三防了 好 槍兵往上前開戳 好 這邊戳一下 戳掉了一些駱駝的血量 帶有更多槍兵走過來 沒有可能要先撤退 這個肉馬沒有空好 直接要送掉 騎士往裡面探了一下 但是有重裝駱駝等著 這波HERA有點送 送掉了自己大概四五隻的騎士 好 這時候二級射補下 難道是要轉 波斯城堡這個科技嗎 還是要轉波斯弓兵呢 波斯弓兵是波斯的銀罐技術 點下之後呢 波斯的弓兵單位就不需要消費黃金 只需要消費木頭 就可以產生出來 這個能力讓波斯人 讓他在中後期的一個對抗 對方槍兵或是步兵的表現 都是非常優秀的 但兩邊都是波斯這個關係 所以應該是不會看到 對方的常劍兵這種單位 已經不能伸雙手劍兵 但是反之對方的槍兵來說 是很好用的 但以對付槍兵來說 HERA已經轉出了火槍 所以可能剛剛12級射 是為了要來去打這個 讓自己城堡射程更遠一點 並不是真的要轉 奴兵出來 OK 這一波送掉 火槍直接往前 為什麼要往前呢 是因為他想要去抓後面的火炮 直接點射 哇 好準 這個火槍是裝的狙擊性吧 他應該是裝8倍狙擊性 射得非常準 好 後面的石頭 挖乾淨了 這邊村民要趕快跑走 HERA這邊也是順利的 把自己的附金給奪了回來 但是右的附金 卻還是落入在HERA的手中 這一點就顯得不太好 左邊的附金雖然有確保住 但是家裡的金礦已經挖乾了 右邊黃金的話是也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了 那目前右的目標 可能就是要繼續把這個金龍給控回來 但是現在要把金控回來非常困 現在兩邊都是轉出火槍的情況 好 這邊火槍沒有控好 被射到了幾發 那還行 問題不大 或者是前方這個槍兵 趕快要戳駱駝 但駱駝一直沒機會戳到 這邊火炮打到了一發槍兵 結果可以打到自己的火槍 火槍有點殘屍 左邊火炮的這個劍傷 可以打到 這邊火炮直接直擊 到了這邊火槍兵的回撤路徑 損失掉了一些 又這邊的預判打得非常OK 哇 你看這邊死了大概四五隻的火槍 這個火炮玩得好 爬分沒煩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火炮這個單位就跟投石車一樣 你只要控得好 就可以以小博大 結果 Hera哪收點了金冠 這個波斯戰象的升級 剛剛沒有意識到啊 Hera這邊轉戰象 戰象過去 現在波斯 右這邊是沒有轉槍兵升級的 現在槍兵是零升級 步兵鎧架也沒升 但還好波斯的老頭是比較偏弱一點 但是他也是有這個印刷技術 所以待會右這邊 可以馬上轉出印刷技術去反制 但是目前Hera在搶大招 他完全沒有露出自己的底牌 這對右來說是一個很危險的訊號 火炮繼續往後打 但是這邊甩槍甩的很OK 預判到了嗎 對 預判到了 火炮 這個火炮 太強了 又這邊控的非常好 右邊這裡轉出了一些肉 右邊補了非常多分 所以喔 空轉器製造所裡面轉出來是衝車 但是這邊已經看到了 Hera居然在屯戰象 好 既然已經被發現戰象的存在了 那就開始往前 那這一波Hera 戰象往前 又不知道看到反應會是如何 馬上拉了一隻老頭過來想要反制 但修道院補在了前方 這是好事嗎 OK 印刷技術還沒有研發上去 火箱過來想要射掉老頭 點發點掉 火炮繼續射擊 砸到了一些火炮的血量 Hera這邊火炮 被火炮打得有點落花流水的感覺 哇 又一發 再一發 近距離的 哇 這裡預判失敗 但這邊 戰象已經過來 戰象直接碾爆了正面火槍 又這邊有點控不太過來 損失掉了非常多的火槍單位 但是後方落馬想要解劇情頭C 這邊7巨頭 看來是沒人可擋了 後方非常多的槍兵直接往後衝過來 戰象一直往前突進 那新版的戰象呢 對建築物傷害來到了30幾滴 原本的波斯戰象只有打以下8滴 現在來到30滴還32滴的樣子 實在非常誇張 拆建築物也是OK的 當這個工程戰象也OK啊 但他比工程戰象還要可怕一點 工程戰象打人不痛 但他打得到也是超級痛 你不理他 家裡的災害只會越來越大 但又這邊有點全線爆開 後方的肉馬呢 肉馬也快按不出來了 因為農田已經被全部踩得過去了 好 家裡下方的秋刀院也是採收到了攻擊 戰象往下走 第一時間攻擊的是村民 只要頂兩下就死一村 戰象就是這麼的無情 巨量傷害 殘寶也奈他無可 全速吃光 右邊老頭產出來一隻 應該可以找到 走走走 趕快收進去城堡裡 城中心 再招一隻 兩頭大箱邊招走 開始被有招走的壓力了 HERA這邊是不太想要管右邊的意思 先趕快把左邊拿下來 左邊是他的金礦的位置 HERA這邊的一個多線防守也是很OK 後面家裡雖然被右騷擾 但槍面也是及時回救 左邊肉麻再次想要嘗試解掉巨型頭C 但巨頭只被解掉了一台 還有六台存活在場上 這邊大象想去哪就去哪 就跟萌多一樣 沒有人可以阻止得了波斯戰象 後面老頭持續著想 這兩頭戰象應該也是要糟掉 但是直一時Delete OK 自滴 讓對方沒有獲得這兩頭戰象非常的划算 終於解掉左邊的問題 雖然右這邊順利空了一些老頭 遭到了一些戰象 但左邊的陣地已經被完全清除了 下方的部分偷偷挖了一些黃金 但這個黃金只剩一點點 可能也不是非常重要 右邊又轉出了一些火槍 這邊火槍似乎要打槍兵 因為這個肉馬一直出 對方強兵子來很容易解得掉 火炮在這邊趕快先解 戰象快要拆除掉了城鎮中心 傷害非常的高 解乾淨 Nice 波斯戰象在實戰中非常少見 更不用說職業賽事 但這次波斯改版 讓波斯戰象的出場率大幅提升 以前可能看個100場波斯 才會看到一次波斯玩波斯戰象 但現在好像每10場裡面 就有2場或3場左右 就會有人會出這個波斯戰象 當成主力來用 不是裝飾品 所以波斯戰象現在在新波斯的META裡面 是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邊直接用戰象過來 解釋右後方的問題 但是右這邊直接打出了GG 跟正面的G型頭司機 它完全沒有辦法可以解得掉 那只要這根城堡掉的話 後面的所有經濟 完全擋不住戰象陸星 也只能選擇在這邊投降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YOU這邊 拿到資源上的優勢 那資源量則是贏了3000左右 那軍事方面呢 則是HERA拿到1.29的KD 波斯這邊 右呢是拿到0.78 KD差得快0.5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戰象 它的KD值實在是太有優勢了 一隻戰象可以換好幾十隻的單位 光看左邊三隻 加起來就27了 三隻單位換成27 等於是一隻4有9KD的KD值 所以戰象為什麼這麼可怕 就是它的存活率非常強 而且又可以瞬間毀滅大量單位 這才是它真正厲害的地方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